你好 我是康康 我们这个车子不是要退了吗 电车要退掉 我前一段时间我那个车子保险杠就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 然后自己把它给换一下修一下 我现在来到这个修理厂里面 就是这个保险杠 然后给撞坏了 就是到这里换个保险杠 在这个修理厂里面 前面那辆恨着的半挂车 这个方向轮握紧去了 出不来了 就打住了 限着了 就是看一下它怎么出来 这个车子 这个前轮限在这里 往前走也走不了 往后倒也倒不了 两个轮子都线里面了 这个车子在这个修理厂去修车呢 修车呢 前面那个修理车师傅在帮他找了绳子 就是看看能不能给拉出来 那个找半天找不到绳子 我找了一个绷带太短 我说我车上面有一个绷子 有一个绷带 就剪下来看看它能不能用 这是我的车子 这是我的车子 这边这个绷带给我剪下来 现在拿着我的绷带去救车去了 看这个告诉我 上海这边跑机装箱 为了节省城门 前面那个车子那个驱动车 都是单驱动车的 你动不动都现吃 是 单驱动车 单驱动车 跑的时候比较节省油一点 那师傅把这个东西挂的 把那个绳子 不对啊 这横着拉也不行啊 一个往后倒一个横着拉 挂两个锁头上 还真能拉出来 好像绳子都快给拉断了 我感觉 好了拉出来了 你这样斜着拉也能把车给拉出来 一这样斜着拉也能把车给拉出来 一这样斜着拉也能把车给拉出来 把绳子都拿回来吧 来 在外边开车的都不容易 有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绳子 来放我的车上 好 人这么容易啊 我这个绳子给我拉断了 看这个叫头记的我也解不开了 怎么解啊 这保安港不是个整体的吗 我看像个整体的 我还以为要所有的 这整个保安港都得换掉了 不然呢 撞回来一点点 当初我还以为都换掉了 就是要换一个整体